为了保证海贼王能顺利播放 你知道动画组修改了漫画中的多少设定吗 第一个是赤犬展示四皇级别实力的战斗被修改 当年去马林泛多救艾斯 白胡子率领了所有部下 好在有路飞的帮助 才将艾斯从处形台上救下来 就在白胡子下达最后的船长命运 让所有人回到新世界后 赤犬抓住艾斯年轻气盛的弱点 辱骂白胡子是诺夫激怒艾斯 又凭借岩浆果实强于烧烧果实 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干掉对方 见到艾斯被杀让白胡子彻底愤移 从背后朝着赤犬脑袋狠狠砸了一拳 重新站起来的赤犬发动反击 浪画中显示赤犬打掉了白胡子的半张脸 可能是这个场面太过血腥 动画组害怕不能过神 对剧情进行了修改 在动画中赤犬挥出的岩浆拳头 仅仅是打掉了白胡子左边的胡须 这次修改把赤犬的战斗力拉低了一个档次 动画组为了凸显赤犬的实力 增加了他再次打穿白胡子胸膛的画面 显然没有打掉老爹半张脸显的强大 第二个是和之国受难民众残杀小孩的画面 在漫画918画中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一个女人正准备用刀刺怀中的海 房间里还准备了一个上吊用的绳索 大概是这个女人用来自杀的吧 这个画面能很好地反映出和之国人民的苦难生活 却显得有一些残忍 动画组对这出漫画进行了修改 舍弃了女人用刀刺婴儿的画面 也去掉了房梁上的绳索 整个画面看起来也比较和谐 第三个是哲夫用一条腿救山智 当年哲夫与山智一起流落到一座岛上 他把所有的食物都留给了山智 为了能活下去 哲夫用石头砸断自己的一条腿 用来当粮食维持生命 可能是动画组担心吃自己的腿太残忍 动画播放后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于是修改成哲夫在海底救山智的时候 用铁链弄断了自己的腿 从剧情上来说也比较合理 而且哲夫与山智之间的感情羁绊 也没有被把折扣 第四个是罗的招牌动作被修改 在香波地群岛登场时 罗就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 遇到不喜欢的人 罗不会藏着掖着 会用树中指的方式表达不满 树中指代表骂人的行为 可能会对喜欢动漫的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漫画中但凡出现罗树中指的场景 动画要么隐藏 要么修改成树食指 虽然画面上和谐多了 但对罗的性格表达 缺少了一些张力